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天没有见了吧 那不知道是好几年的感觉 所以首先要来说 报告马总统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啦 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 要跟你报告一下 但是没想到 今天一开始真的是一个劲爆的话题 我们大家中那一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柯震东 在大陆爆红怎么会证实 他已经是疑似吸毒被捕了 很多消息传出来 甚至刚刚还说 包括了成龙的儿子 房祖明是不是也在这里面 而且呢 刚刚还有最近消息说 他不是只是一般的这个罪 他说呢 涉及到刑法 那刑法到底是什么呢 所有爸爸妈妈 现在还在放暑假的 看到这个新闻都会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可是我们要讲 法网挥挥书而不漏 有一句话 杀人偿命啊 欠钱还钱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们要讲的是 你欠公道就要还公道 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真的能够欠公道还公道吗 我就说 我每天都在说 这个阿母就说不行啦 你虽然没有生小baby 可是既然做了一个 我觉得很多女性也要去看 这个我们的这个子宫当中 如果长肌瘤的话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我还是按照古法 把它走完30天 走完30天来上班 我觉得真的是 天地骤变啊 怎么讲呢 30天 30天换了三个部长 还有30天 发生了两个气爆 一个空难 还有一个淹大水 以及来告诉大家 30天今天也很劲爆的 怎么会这样子 官不是官 属下不是属下 如果要你走 就走 但是走的是不是不漂亮 是不是要故意给人家栽赃 还是怎么回事呢 张显耀怎么会这样子 本来请辞变成了被逼退 还要来看到的 30天 年代晚报觉得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有小朋友 明年就要来考试了 我觉得算是个好消息啊 真的是 只考一次啊 可以先特后面 但是讲到这个 很多人说 啊这跟之前的基策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就回到今天 年代晚报要讲的呢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法网灰灰 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现在随便拿个大麻 我随便干嘛 不会有人发现 我们还不知道 柯震东是不是这样子 等一下在八点钟 他的经纪人会讲 可是我们要看到 不要侥幸 马总统也常讲说 我先求有再求好 我这个有关于证所税 也是这样子 我有关于十二年国教 也是这样子 我有关于相关的东西 都是这样子 可是你先求有再求好 是什么结果 你做的哩哩啦啦嘛 你大牌也是 你现在呢气暴也是发生 我们不管是蓝绿的县市 你现在发生的暴 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我们执政当局 蓝绿都一样 贪快 而且呢有贪 有没有涉及到拿钱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 真的就是一定有混啦 混到不行 混到人家 见有人命了 他还是说 我现在来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两两的都没事情 大条的 大条的 都给拳走 这样就感到 我们来看到呢 像是柯震东 最新的这个部分 柯震东啊 今天本来传出来说 是吸毒 但是又说不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吗 原来在这里啊 就是呢 在八月十七号的晚上 已经传出来 有疑似吸毒被捕 可是他是八月十二号哦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原来有人在这个微博当中 就说无风不起浪 我爸省了一宿 可是后来他今天又删掉 没想到傍晚 连新华社都证实了 七月就有网友在流传 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还第二个劲爆 成龙的儿子 房主名也在这当中 他们两个人是夜店的好朋友 可是呢 八月十二号 北京的东城分局有审理吗 可是东城分局一开始是否认的 但是演艺圈引起了一个震撼弹 像是大陆一个导演就说 又一个TM 一个吸毒被抓了 TM是什么 台湾man吗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讲TM 还有呢 陈立志 北京传媒的董事长说 消息陆续出来 又一个可以说呢 周一剑 没想到这个周一剑 真的是柯震东 让人家非常失望 虽然我是看过他 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这个女孩 我觉得柯震东很不容易 从一个小咖一下子变巨星 而且在大陆演小时代演得这么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 他的经纪人 他的爸爸都很急 两天都没有现身了 昨天十点的时候 经纪人说他要找人 没有找到人很急 而且休假不在台湾 不确定人在中国 十一点十分联络不上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联络上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奇怪 我们这里还抱着 些微的希望 因为我们有这个柯粉 柯粉抱着最些微的希望 说什么 他说明天是他出道三周年 这会不会是草新闻 其实在这里 我们宁可他草新闻 可是仍然没有现身 就觉得不太妙 所以到底如何 我们今天都有详尽的报道 来自北京的报道之前 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礼拜一 不要做忧郁的礼拜一 今天真的劲爆的礼拜一 你可以看到 就是陈菊跟江仪化 见来见去 不要推来推去 很好啦 这个礼拜五下午就要见面了 大家见面解决好问题嘛 大家都是台湾人 都是老八星 你别管公 谁是郭民党 谁是民政党 不可以这样管啦 还有一个 就是跟这个所谓 基隆的险情是不是有关啦 今天大搜索 结果连正处搜索了 基隆公务处处长李同城的办公室 所以这个事情 是不是黄景泰 今天才十点开记者会来表态说 他也跟新北市的朱立伦一样 大家说到底是你选 还是这个所谓别人选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所以今天又出现了这个话题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这个礼拜的事情 真的非常多 不过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新闻重点要讲到说 要下台没问题 可是张显耀的下台 真的是太瞎了 怎么说太瞎了 那你不是公然说谎吗 我们不是说张显耀说谎 我们说陆委会说谎啊 你说是为了他的面子也好 你竟然说 因为人家妈妈身体不好 你诅咒人家吗 然后说妈妈身体不好 所以怎样怎样 讲了一个很漂亮的话 最后张显耀在高人指点之下 发了一个新闻稿 大逆袭说 根本不是这样啊 你叫我下台的啊 结果陆委会更逗了 他竟然也发一个新闻稿说 对 我叫你下台 因为你必须要调离限职来下台 我们要讲的是 如果说讲到调离限职来调查 你只会想到什么 是多大的一个事情啊 跟钱有关吗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讲清楚 你这不是更害人吗 当然要讲清楚啊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柯震东 我们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柯震东 柯震东今天这个消息 看起来呢 等一下八点钟记者会 应该是倾向于新华社已经说 他已经证实了 可是我们看这个部分24小时 你说危机处理零分 其实我昨天第一时刻就觉得不妙 因为以他的这个八股 这些这么强的这个所谓经纪人团 怎么可能不回应 怎么可能找不到人 你看到今天早上下午的时候 一个所谓的精华时报 独家说证实他已经是被抓了 但是有人说精华时报是真的吗 精华时报是北京的三大报之一 还不够具体 那看四点钟的时候马上新华社 新华社是大陆的国家媒体 也已经证实了 就是标题是台湾演员柯震东 在经吸毒被警方控制 这个是精华时报讲的 而且呢说吸毒被抓情况属实 这个案子进一步在审理当中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房主名跟柯震东 两个很麻吉的情形 可是他说不可能吸毒啊 被抓的事情是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 到底怎么说 原来北京传媒董事长就讲 上个礼拜二深夜一起在北京被捕的 而且一声叹息 希望你出来之后 懂得什么样的朋友是可以交的 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而且有人就说 媒体说他的小便没有处理好 被取样 所以你是最正确凿 还有呢 你是不是最快是月底释放 可是我们讲的不只是这个 我们讲的是 你看他楼高 你怎么样看他楼塌 柯震东现在才真的在发展 现在大陆方面呢 就说有一个声明说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完全封杀 你不能够有任何任何的这个 在大陆的娱乐发展 当然你说回台湾发展也可以 可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笑脸的柯震东 真的会走上那条路吗 你可以看到 8月17号 8点网路消息破关 经纪人说不清楚 一直到今天 8点钟才要说 真的财志平 他怎么面对这个危机处理 他说证据到哪 说到哪 可是我们看到 北京在这里的一个动作 之前像李戴木 还有张耀阳 港兴 以及张元 还有就是 宁财神 张默 何盛东 高虎 这几个人都是影坛当中 响叮当的人士 都已经涉及到毒品 8月13号 北京就颁布说 北京演艺界禁毒承诺书 不入用 不组织涉毒艺人 参加演艺活动 我今天讲一个很瞎的话 因为这是8月13 那柯震东是8月12 如果真的有的话 8月12被抓的嘛 可是你法令8月13才公布 可不可以追溯既往 我是说 他是不是还是可以 在演艺圈发展 好了 我很如啦 按钩我们就来看到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真的 房主名 柯震东 两个现在前途大好的人 都可能卷入这个事情当中吗 我们就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我们来自北京跟台北的最新连线 柯震东 嗨 柯震东 一人柯震东当初风光在北京宣传电影 如今却因为吸毒 在北京沦为阶下囚 根据北京市三大报之一的精华时报报道 标题写说 台湾演员柯震东 在经吸毒被警方控制 网传吸毒被抓情况属实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我背后的就是北京朝鲜区看守所 又被称为艺人看守所 因为过去所有知名艺人 包括莫扫冲张扬等人 涉嫌吸毒被逮捕之后 都送到这里来进行行政拘留 北京警方相当低调都不愿证实 但有消息说 柯震东被装食 房祖民也在场 我肯定绝对不会让大哥还有娇姐 让他们斩尽 因为就是我会好好 我不会带外房子 对照当初这段承诺 似乎显得讽刺 消息指出 柯震东 房祖民12号深夜一块在北京被捕 而柯震东的微博就停留在12号 都没更新 直到17号晚间 中国大陆网友徐航在微博上爆料 柯震东吸毒被抓了 我爸省了一手 等着看新闻 经纪公司被追问 过了将近一天时间 都不愿正面回应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这样的危机处理实在糟糕 后来经纪人才发出简讯说 已经派员前往北京处理 第一步状况会再告知 就连柯震东爸爸开设的餐厅 媒体也蜂涌闲来 柯震东的事情 都知道了 我们也不知道 餐厅员工都说不知情 吸毒消息无巧不巧 就在柯震东出道三周年的前一天 爆了开来 也震惊两岸三地点一圈 记者综合报道 柯震东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 那么他现在人在北京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 今天的话题也跟这个大陆有关的 除了柯震东之外 你可以看到我旁边这里讲到的 还有谁 就是张显耀 张显耀这个事情 也实在是非常的奇特 一般来讲 如果说他真的涉及到什么案子 你不必要说所谓的顾及他的面子 跟大家说谎 我说的是陆委会 如果你回答说 没有什么事 他就家庭因素请辞 请问你这样 是不是对不起老百姓 那你现在呢 又倒打一耙说 他的问题很大 所以必须要调离职务来调查 你这样子是不是 又等于是让大家无限的扩大 不知道张显耀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 所以年代晚报呼吁说 当官者要有官的样子 请你讲清楚 说明白 他的到哪里 就办到哪里吗 你现在涉及到 是私德吗 是非文吗 是金钱吗 不要把人家弄到当个官下台的时候 也要留个全尸 就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张显耀 他可以说不但是拔除一个 是三个职务 传出很多的说法 是不是跟王玉琪不合 他们今天说 不是跟王玉琪不合 那请问是什么呢 陆委会说 工作有疑点 需要接受调查 而且是调职接受调查 就是多么严重的指控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张显耀 8月14号长官告知 他发了这个声明 他这次有三个职务 包括了陆委会副主委 海基会副董事长 还有海基会秘书长 三个职务都被拔除 你说这严不严重 当然严重 我们先跟大家说 这个经过 你可以看到8月16号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吗 我们尊敏一点好不好 这个字有点小 你可以看到 行政院他就先发一个新闻稿 张显耀 因为家庭因素请辞 然后陆委会还补充说 他妈妈啦 男兼顾啦 王玉琦还未留 你现在看看我们这些官员 这个嘴脸是不是骗人 你如果这个骗我们的话 我们常常在讲 就像我们父母对小孩 我不管是好事坏事骗你 我白色谎言讲久了 就有黑色谎言 你这样子骗老百姓是对的吗 两岸的职务 他一身兼三职 多重要的事情 张显耀呢 昨天晚上就打脸了 他说 是人家告诉他要辞的 国家需要他的时候 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也坦然接受 换句话讲 是你叫我辞财 不是我家里因素 结果他一讲出来以后 紧接着在晚上十点半 这是干嘛 越夜越美丽 越夜越火辣 是不是 你看陆委会 因因没事情 半年又给发新闻稿 说 我跟你讲 你必须要接受调查 知情人士讲到在哪里 你可以看看 来在这个地方 他说 整个的疑点 相关市政下令 不排除调查结果 一共相当单位 所以这个相关单位是什么 我今天就开会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大的笨问题 我说 请问张显耀 可以动到什么预算吗 他是盖了什么房子吗 还是他开了什么道路吗 那到底 我们两岸之间 是有很多肥水 我只知道有肥猫 我不知道有肥水 那这肥水 如果说以他来讲 都要调查 那如果这样子 很多到大陆去见 大陆高官的人 那是不是也要调查 我今天来讲到的 就是说 大家就开始在猜了 是不是张志军 颇弃这个事件 邱易云就说 我给你讲了 8月16号 将一话就抱怨 说张志军被颇弃 你看8月16号以后 马上 马上张显耀就被换 然后呢 他们又发表声明说 跟这个无关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只是导火线嘛 知情人士 第一个 就是张显耀 质疑国安高层 在颇弃事件之前 没有把握应变时间 国安高层 这是扯到金普聪 扯到谁 还有人说 他的这个宋大议题 忽略了王玉琪 是不是不把王玉琪 放在眼里 换句话讲 就是我们部队 武功接下来 功高正主 是不是功高正主 就像功高正主 不是说像那个 芝田信长 日本那个战国时代 芝田信长很欣赏一个 叫做立修和尚 他的茶道很棒 可是到了丰臣秀吉 这个大佬出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立修 拽什么拽 大家都喜欢你 我就下令叫你切腹自杀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来看到这个 有人就说 跟王玉琪不合 还是谢了什么命 还是得罪了国安高层 还是怎么回事 我们真的很好奇 也有人就说 2009年12月9号 金普聪回台 要来驻马的时候 他讲过 爱心觉罗 班师回台了 是因为这样子 而有所谓的心结吗 而且他是宋戏人马 宋戏人马 长期对金不满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 什么疑点 严重到要连夜拔三职 国安踩红线 还是陆委会 为什么不说明 年代有没有觉得 如果陆委会是条汉子 请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那今天就有很多揣测出来 包括说 啊我跟你讲 张显耀扯到了 就是说 拉台南部的财团 然后又有人说 跟立委 打麻将 但是我们来看到 张显耀这句话 讲得多么的血 气血 淫台气血 他说无地放屎 真的是含冤莫名 而且我觉得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 我也差一点下巴掉下来 我没有戴眼镜 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 你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谈判拼命三郎 飞文多 我就说哪一个飞文多 原来在这里有讲到说 他那个申报的时候 五月说自己已经单身了 其实他五月才离婚 然后又说 又扯到一个黄珠香 就是张显耀口中的婚前女友 这个事情 由一个报纸来放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谁放的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我们看 陆委会一早开记者会 就为了这封不到一百字的简讯 前一晚张显耀深夜发出声明表示 上周四他被长官告知 此去陆委会副主委 国家需要我时全力以赴 长官不需要我时 显耀也坦然接受 这也意味着他的去职不是自愿 而是被人逼迫 这个部分是有智慧过的 但就在陆委会记者会后 不到两小时 张显耀再度发简讯说 自己在陆委会一言一行 都是遵从总统国安会秘书长和主委 只事办理 陆委会的说法是无地方使 让人含冤莫白 一切都是莫须有 请陆委会谨慎发言 切勿伤人伤己 他们应该是有跟他提到这个部分 一连两封简讯自清 因为从一开始张显耀被告知走人 都不是王玉琪或更高层跟他讲 而且没等到他点头 行政院和陆委会就直接对外 发新闻稿说 张显耀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 才会请辞走人 没想到新闻稿发出隔天 就被张显耀打脸 为了要保护张副主委本身 所以我们先用家庭因素这样子的说明 陆委会台面话说得好听 那真正的去职原因 究竟又是为什么 我们也不认为张志军来台的危案事件 张副主委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责任 两人不合的说法也完全不是事实 工作上有一些的疑点 有待厘清 那必须要调离限制来接受调查 若会在内部将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会展开行政调查 事实的问题还是刚刚的说明 因为这些疑点都还有待理清 身为两岸谈判的第一线官员张显耀 突然被迫去职 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幕后的真相恐怕将掀起 政坛一场新风暴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到今天讲到风暴的部分 大家都想知道真相到底在哪里 尤其我们今天看到两个爸爸 真的刚刚过完父亲节 今天就难过了 因为今天传出来 在大陆疑似是吸毒 而现在正在已经被捕 而且在征讯当中的 包括了柯震东 柯震东的爸爸在这里 他今天已经两天都没有现身了 他是不是12号就知道 还有呢就是成龙 成龙说房主民不可能吸毒的 所以这两个爸爸今天都非常的难过 那讲到这里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个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讲到央视 在刚才也报道了最新的情形 就是说央视就是说呢 新京报确定是有房性的这个男性 所以这里面呢 是不是真的房主民 还有我们讲到了就是柯震东 尤其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一个最新的 就是说这个案子很奇特 他说涉嫌到刑事犯罪 我就问说刑事犯罪是什么 西大麻不算刑事犯罪吗 还是说有涉及到买卖 那这个买卖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厘清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也是让人家觉得说 很多从国外留学的同胞们 回来的话 你不要以为在美国有一些州 大麻是合法的 他在台湾在大陆都是非法 千万不要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所以他当然这个房主民的部分 今天就是杀青系 现在已经用替身了 这是我们刚得到的一个消息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看到 也跟大陆有关 不过这个人扯到连胜文 他呢就是一个台商 他在大陆呢 而且他说他七月在天津遭到了绑架 个人证件呢跟印江都被拿走了 而且呢被整个好像疑似是签下了一个本票 台币大概是15亿 那有人就说这到底是债务纠葛 还是什么样原因 重点是他签下了本票 他没有办法回来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他讲到说他是连胜文的朋友 真的是连胜文的朋友吗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当中 这个所有的人合照 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话 你合照并不等于是朋友 换句话说 大家也不要随便合照 对不对 但是我们来看看 他今天公布了他的引带 他说他回不来 希望台湾政府帮助他 心里现在是极度恐慌 有家也回不了 说话有气无力 神情憔悴 他是台商王国阳 虚弱出面 对外喊话 都是因为他刚历劫归来 7月11号 在天津被绑架 只是十几天 语气中满是无奈 因为王国阳7月11号 在天津惨遭黑衣人绑架后 个人战舰和公司大小影 全都被抢走 还被胁迫 签下股权转让输 向回台湾又求助无门 让他想起了好朋友 连胜文 政府也好 必须对台商的人身保障 一定要加强 而且必须要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沟通的管道 连胜文避重就轻 毕竟敏感的选举时刻 也不能轻举妄动 这可让其他台商气坏了 我们台商去投资 我们过去也听闻 很多都有受害的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求助无门 对台商在中国的经营 还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强调王国阳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今晚两岸交流 日趋频繁 但台商在大陆的人身安全 似乎没有因为交流 获得保障 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在这里 等一下在七点半的时候 我们知道柯文哲 他也要来一个 所谓的cold shower 这个是连胜文 今天他已经稍早响应了 这是一个慈善的活动 全世界都在疯自己 大家就说Bill Gates也做了 一堆人也做了 所以我们都要看到的 他们可能需要冷静一下 因为在过去这几天当中 我真的我在家里 光看到也看不下去了 我想询问 选台北市长 跟会不会用夜客膜 会不会做悠游卡 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已经口水满到不行了 用口水来浇吧 你用冷水没有用了 讲到这里 今天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Lucy 她呢 当然是 我们不是帮电影广告 可是呢 卢贝松来到台湾 她今天有这么一个 算是首映会 可是Lucy 使国际之间 看到了台湾的正面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看到了台湾什么 我们也是要从正面来看 其实啊 像我们常说 我坐了公车 我去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们台湾 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 最好 最容易居住的地方 可是我们实在看不惯 那些贪官污吏 或者我们实在看不惯 那些搞得大家气暴乱七八糟 然后完全拍拍屁股 没事的人 我们来看到Lucy Lucy的眼中怎么看到台湾 你看看 卢贝松讲的 她说台北人最友善 我必须要讲台湾人都很有善 因为卢贝松 我不会讲法文 讲一点点 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到高雄去看看 或到台南去看看 台中去看看 她说政府值得信赖 最好吃的小笼包 卢贝松实在爱死了台北 所以在Lucy这个电影当中 有50分钟 有101 有北节 有国旗的入境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行销台北 当然台湾市场一定可以打开 精华酒店 台北的这个机场 还有永乐市场 可以去买便宜的布料的 还有丁州路的三军医院 三军总医院 以及101 那么但是呢 网友立刻就给她哭手了 说Lucy是一般人 只用到脑力的10% 但是她发挥到100% 而我们的马先生呢 一般人用到10% 他用到1% 好 我们不讲这个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之外 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台湾 有没有像人家 卢贝松一样 这么的爱台湾 这么的爱台北 你看 你有没有把民众放在心中吗 现在天气很热 我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说真的啦 大家都不敢再讲说节能减碳 因为热到不行 你不开冷气 你真的会致命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 台电他干嘛 他这个时候 他竟然电厂出了冰棒 还喊涨价 你这样子 你这样干得到 这个多少钱而已 你敢这样 所以就说 你看台电 我给你算一下 2013年贪官喝花酒 采购Bi 核四停工涨电价 你现在连吉亚兵 都要给我涨价 你也帮帮忙 还有主技处 很高兴说 贫富差距倍数 四年缩小 只有6.08 可是你看看 仍然是1991年以来 第七高 贫富差距仍然是很大 有说30岁的年轻人 赚不到60岁退休族的钱 讲到这个 我们就是因为 卢贝松这么喜欢台湾 我们更要让台湾变得更好 我们看看 Lucy她怎么在台北出现 电影Lucy虽然还没在台湾上映 但在全球各地票房 已经有大约40亿 片中最常出现的场景 就是这间饭店 当演卢贝松 20年前为了第五元素 就曾造访过 算是很有渊源 卢贝松来台期间 不止下塌了这间酒店 那么在他的大门口 以及里头的大厅 还有电梯 也都设计了不少精彩的对手戏 好我们看到这段是一个支入行销吧 当然呢 全世界都看到了台湾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法国导演 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到底 我们的观光局 我们的文化部 花多少钱来行销台湾 来提升台湾的艺术层次呢 那干脆多拍几部电影好了 不过讲到这个 大家说 我们就看到了台湾的美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他受伤害 没有办法忍受受伤害是什么 我真的一直在问我自己说 我们家里如果不用瓦斯的话 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现在住山上 所以我用的是同装瓦斯 同装瓦斯感觉上都有这个 健壮的瓦斯工三不恭喜 要来送瓦斯 我们都女生要回避一下 可是呢 你知道如果你现在看到 像是高雄也好 像是新北市也好 你真的会想说 这个气爆的问题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的问题 如果这样子连环爆过来的话 伤害是多大 可是为什么 我们相关单位 在负责的单位 都觉得好像 有点事不关己 或者一出事 赶快就推的这个部分 我想请问一件事 就是呢 新兴瓦斯 对于新北市造成 两死一个小朋友 还在命为 其他人受伤的部分 我想请问你 你说赔三千万 你三千万赔什么 你不是赔成家 你是赔什么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严格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新兴瓦斯 如果说 你有退府会的 这个所谓的股份在里面 你虽然看起来 你股份没有超过50% 你算是民营 可是你关股 也占了很大部分 你可以这样子处理吗 你应该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 不是一出事 就找人头出来 都不关政府的事 我们要来看到这里 你真的 没有到灵堂 现在新兴的总经理 你只是道歉 你没有承认错误 他聪明的很 我没有认错 我根本就没有刑事的责任 你可以看到今天最新的这个状况 一个是大型机具 拆棚架复原 一个是拉管线 另外一个就是要来看说 进行所谓的在这当中住户的约谈 我想请问你这都是假动作 你约谈什么呢 我们聪明一点 你看看 陈嘉还是交黑 祖孙二死 重伤女童是关键的一个礼拜 可是90% 大家都很担心 一楼的超商是胶部来贴窗 那你可以看到总经理呢 李清国 他的五大过失 他没有用仪器 他没有测外漏 他没有逐层检 他呢 检十分钟 还有没有测内管 他道歉 并不认为认错 没有亲父灵堂 也没有诚意 也没有谈到死者的赔偿 所以我们就说 这整个的内容 你现在只是要糊弄我们 找一个到最后 难道是技工来负责吗 而且我们讲到这里 为什么大家没有忍受的 就是来看到 星星他可以说呢 退辅会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而且里面有人说 出现了很多肥猫 就是说你将领 蛮蛮蛮 哦我知道了 他为什么每个字都要叫星字头 星星嘛 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有星星啊 高官有星星 所以他就用星 他不是用那个star的星 他用另外一个星 可是你看到这一句话 我们请摄影大哥zoom in这里 这是一个内部的文件 这是呢 吕秋远他爆料的 他说民国57年政院有韩文 本省由导管输送的天然气 除了工业原料 由中油运输 其他家庭都要交给退辅会来经营 所以都要交给你算不算独卖 你算不算独卖 你这些不用面对吗 公共危险罪一到七年 业务致死罪五年以下 还有准放火罪 引用高雄的气暴最高是七年 可是我们来看到 以星星来讲 我们来起底一下 他呢 董事长是陈何佳 他其实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当中董事15个人 有5个是退降 12345 真的是满天星星 我们再来看到 新字头的原来这么多文章 新龙天然气 董事长是攀公孝 空关58期 新中天然气 也是陆关中将 新陶就是桃源吧 然后呢也是中将 新太 我不知道是哪里 陆军中将 少将 然后呢 新云 也是前军情级长 新平天然气 陆军少将 海军少将 还有新湖天然气 董事长呢 也是中将 那我想问这么多的新星在这里 绿秋旅球员就说 退辅会他保留了49%的这个股份 他控制董事会 可是我没有过半 我就不算的是公营 所以我就回避了到立法院当中 来接受你监督 但是我根本就是假民营真公营嘛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次等公民耶 我想问的是 今天我们退辅会 如果做到这样子 有这么多肥猫 真正当年在前面打战的那些老兵们 很惨啊 一个月拿不到一万块 人家怎么过日子 你这个肥猫 你做得下去吗 而且竟然这是什么 官员怎么讲 看什么灾 看什么灾 今天失言的 不仅是新北市新闻局长林介佑 他说都拆掉了 看什么灾 你这样讲也不对啊 还有新店局长王美月说 是假五年 所以这个事情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天要严峻质疑的 你这样子做对吗 你鞠躬的道歉 其实只是假动作 我们今天不要指责的 只是总经理 我们要的是 新兴必须要全部负责 还有在高雄 高雄负责的 也要全部负责 为了协助灾民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新兴瓦斯公司 一早就派人换管线 那我们要希望能够在 3年里面 把它做一个完成 加快重进脚步 受创最严重的A洞大楼 下午也搭起阴架 工人忙进忙出 准备整修外墙 另外一方面追究气暴责任 检警18号上午也前往 新兴瓦斯公司进行调查 并且带走重要的相关文件 这方面因为这个 据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之下 我个人不便来透露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 在这次包括了在高雄 包括了在新北市 发生这个状况 不要再发生了 可是你想你能够预防吗 现在很多地方的首长可能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民调这么高 你再拼了就要怎么 我跟你说 这有可能不会拼吗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大台北瓦斯 他遇到了有漏洞 他竟然用胶布 我想请问你 我们是没有纳钱吗 我就说你知道接这个 所谓的像是天然气 你接这个瓦斯管线 不是统装的话 你光是在申请瓦斯管线的时候 你就要缴一万多块 你这是什么service 这个实在太奇怪了 那我们政府怎么可以 纵容他们这样做 你只要一把说 他不干我们事 那我想请问你 那为什么退府会 那么多人可以进去那边 做这个官 为什么 你要不然就找当时的 小兵去当这个官 可以吗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广告中回来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我们都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焰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柯震东在小时代当中 也有眼被公安抓走的情节 现在这个状况 真的是这样子吗 等一下我们有最新的画面会回来 那一方面再来告诉大家 真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焰 好吧 就让马总统有面子吧 你12年国教 就留个空壳子吧 最后我跟你讲 还是考试一次 然后先特后面 但是大家讲说 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把这一届的呼隆完了以后 你之后再来改进 没有人要负责 对 蒋伟宁负责了 蒋伟宁下台就可以吗 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30天 有三个部长下台 全部都是断尾求生啦 要救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广告就回来 再来告诉大家的 张显耀的下台 真的是被砍到刀刀剑骨 我们有内幕的部分 南部财团讲的是谁呢 以及要来告诉大家的 一连串的下台 有一个所谓下台四部曲 真的是官不聊生啊 今天很流行的是什么 发展 还有很流行的就是这个 这条红线过了的话 可能就顶上不保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要告诉大家 今天好像跟这个星星的新闻 都有相关 柯震东啦 林志玲啦 还有星星天然气瓦斯啊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头版消息 真的很离谱 追六亿的健保费 劳动部是最大咖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都是乖乖的 出去缴这个健保费 我们都怕被你告 我们都怕被你发现 你既然劳动部是最大咖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同我刚讲的 人家现在潘部长下台了吗 不是你下台就没事啊 对不对 你现在这个问题 当然要解决啊 我们要讲的是说 你今天真的能够 解决到这个问题吗 你真的所谓的 国内有很多 大家说哦 看好像你官大势力大 一般老百姓没办法 官大就可以有影响 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我们讲到气暴 我们今天讲到什么问题 可是你不要管气暴 能查到什么 你凡过去来讲 你就知道你也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 你正前就知道了嘛 什么绕地球一圈还是什么嘛 我就说正前就是这样 我今天看我实在是对心肝 怎么说呢 你看官伤害民啊 究责雷声大雨点小 都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找出资料 来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2013年10月的大统的这个案子 不是吵了很久吗 摄影大哥再遵命一点 到这里我可以看到 去年呢 12月一审的时候 他说要罚5000万 今年二审的时候 罚3800万 事情不是这么而已 你说几千万 你另外这个是所谓的检方 你还有一个 他竟然很体贴的 卫福部说 欧一最不罚两罚 所以呢 我就撤销了你18.5亿的罚还 这就在今年7月做的 所以我想问说 你的脑袋哪里不对劲啊 要是我 我就是罚到让你痛 看你敢不敢 为什么卫福部做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怀疑说 是不是有人拿commission 就是说 我想我们政府 什么时候这么体贴过 就像今天有一个新闻嘛 我待会看到 就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人 他说他假装瞎 结果呢 他就炸了这个保险公司 怎样怎样 可是我一听到说 他被判刑四年 我就说 杀人有的也没有判四年啊 你只是炸了保险公司 当然不对 可是你有到四年 你这不符合比例原则嘛 你再看到大老板最大 就是这样啊 你看张前生 古年的时尊日月光的事情 今天怎样 不用负责啊 都不用负责 然后呢 团团就说 你高市是放水 优在污染 所以吵了半天新闻 没关系哦 还有这个 接下来就是说气爆嘛 气爆30死嘛 你看这个融化厂的 这个厂长出来 李某伟出来 鞠躬又如何呢 你现在呢 五百万交保 然后你真的能够赔到什么呢 再来看到 这一次我们就说欣欣的 大家就说 不用怕啦 你都没事情啊 你把安来好 国民党 民进党 男绿安来好 你老百姓 谁管你啊 可是这个人命 大家实在看不下去啊 我不是说第一天出来上班就要骂人 我是觉得实在很该骂 你知道 家里大家敢不敢瓦斯 敢不敢睡觉 我跟你讲 有一个办法 叫他们这个董事长 都到那个闻到有瓦斯味道的地方睡觉 你看你敢不敢睡 你让人家睡不好 你这实在太夸张 准放人失火罪 刑法第176条 故意或过失 现在说 我可能用刑事罪弄不了你 我用准放火的失火罪 但是能够做得到吗 你到最后也不是董事长去坐牢啊 也不是大官去坐牢啊 还不是推一个 就像黑道推一个小弟去坐牢一样 有什么差别 那你再来看到在这个地方 有人就说 这里我要讲的 你看 前国手陈静凯 他是涉嫌庄瞎 炸500多万 好 判刑四年十个月 我不是要同情他 但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如果有很多人保险 我看到一个新闻保险 老先生说 我现在附件啊 然后保险公司说 你附件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附件啊 你怎么在医院附件 所以我就不赔给你 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人家老先生说 我付了这么多钱 我就是要保我的医疗险啊 你不赔给我 到最后我想请问 政府会去判那个保险公司 多少年吗 也不会啊 所以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啊 还要告诉大家 不公平之外 总是有上帝 为什么真相会大白 气爆 打破了神话 真的啊 朱立伦 朱神 中标啊 橘神也中标啊 没有人是永远完美 没有所谓 perfect 这件事情 再来看到 一直老行宅宅的 暴雨打破的神话 我一直很欣赏赖清德 但是我也不懂的是 我那时候看新闻 我不懂是 你就让人家 你就让人家 休假会怎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 老板会打电话来骂 大老板说 你不可以让大家休假 你为什么要去拗呢 为什么要去拗 说我们气象很准 我拗到最后一刻 哇 不用放假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们来讲到 现在的官场 现在的社会 包啊 包什么 包工程啊 还是包壁 你看台南这个 这个我真的觉得看不下去 台南的港尾西啊 这个工程啊 苏骏工程 花十亿十九天坍塌 你知道十亿十九天 一天是多少 一天将近一亿 一天是五千多万 而且更瞎的是 这个新闻出来 本来是要打赖清德 对不对 哇好高兴哦 打赖清德 赫然发现我拼啊 不对啊 这是中央的事情 是水利署的 水利署署长就说 这是一个新工法 我正常讲 你把布啦 你骗谁啊 什么新工法 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今天穿的是 我全身裸体在这里 我穿的是一个金铝衣 你相信吗 不要把民众当成白插 你再来看到 你什么新工法 我们这个嘉义的行善团 政府拨款十六亿 他们捐六百五十一万 他们同样的东西 人家桥盖的都不会塌 哪像你十亿 十九天就塌掉 你丢不丢脸 我们就要来看到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要问 张显耀 我要帮他伸冤了 张显耀 我不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可是他会觉得说 人家有的退降 怎么都鸡犬身迁 为什么 人比人气死人 我就要被人家这样子干掉 而且是干掉的很难看 我们的内幕报道 好 讲到这个 我们就说 为什么人比人气死人 今天都是人的这个新闻 我们先讲说 像大家说 那个退府会 有这么多瓦斯 什么的东西 当中这个肥猫 但是我们要讲 为什么退府会 不把钱分给一些老兵 或者真正需要帮助的 军中的人士呢 比如说 红中秋之类的 我是举个例子 你看看 这里面新自备大起底 我们来起底好不好 衣食住行全包了 我今天真的是 我是资子鲁顿 我真的不知道 搞了半天电影公司也有 什么瓦斯公司之外 建设公司什么都有 吃香喝辣 我们先跟大家讲 这个我也常去看电影 星星大众 就在 就在 Lucy拍的那个精华 精华饭店的那后面 后来改一个影城 这里1971年成立退府会 占49% 民股占51% 那个时候 2013年的时候 退府会跟这个荣桥 47% 还有申衡昌 不是最大的 卖那个什么 免税品的占12% 其他民股之间 官民互增 那个时候 你记得这个事情吗 因为这个地方 精华地带 旁边就是什么 就是精华酒店 又几条通 几条通 就出现了所谓的 将军派跟夫人派之争 来看一下这里 将军派 就是退府会的 当时的主委 曾经霖 然后呢 夫人派 就是关中的夫人 她呢 是叫做张慧君女士 那其实她的父亲 也是前国防部的 副部长张国英 所以在军方 也是有势力的 她就拒退 她说民股 我不受你规范 所以最后呢 将军派败下阵来 然后呢 将一话就护章 她说 张慧君可以续任一年 可是你可以看到 曾经霖下台之后呢 可是 这个可以看到 双方两败俱伤了 因为呢 这个可以看到的 就是关中夫人 她也说 我要照顾孙女 所以我也请辞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 这个情形之外 还包括了 原来星星百货 也是新自备的 还有什么呢 旅秋远就说 这里还有很多啊 像有当医生的啦 开农场 清静也是 卖天然气的 开公车的 新兴客运 卖百货的 新兴百货 放电影的 新兴秀态 卖药的 荣民制药 重点是 这些公司 不是过去式 是现在进行式 那我今天要问说 这个是一个 现在进行式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 多少的特权在里面 比如说呢 新兴水泥的董事长 是前陆军官校的校长 比如说荣民制药 全台唯一公营的药厂 新兴客运呢 也是中将出身 大南客运 也是中将出身 我们更不要讲说 今天中国时报 写很大的 所谓的肥猫 但是我在这里 还有看到一点 这里新自备 也扯到了 高宇仁的岳父 大台南区 天然瓦斯公司 原兴营的石油器 所以我们讲到这些 我们就说 原来有这么多的肥肉 满天飞 我们都不知道啊 所以大家讲说 哦 关不了身啊 关自两张口 关不了身啊 要下台真的是 很很快 但是要上台 也要靠你的八股 比如说下台很快 你看看谁下台 论文的问题 蒋伟宁啦 女人的问题 潘世伟啦 张家主 他是先落跑了 气爆的问题 然后张显耀 莫名其妙 就被这样子 宰了下来 我们看张显耀之前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 今天也是人物的 柯震东这个部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柯震东的这个部分呢 刚刚说已经确定 是被公安抓了起来 而且可能有刑事的责任 那讲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要讲 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最大的感触就是 没有人是完美的 想当时 陈水扁 我们多爱他 想当时 马英九 我们多爱他 想当时 赖神 我们还是很多人很爱他 可是他让人家觉得说 怎么不让人家发假 还有看到朱立伦 看到陈菊 都破功了 我们要讲的是 柯震东 柯震东也破功了吗 我们要讲的是 房祖民也破功了吗 我们要讲的是 多少爸爸伤心 你看这在小时代当中 柯震东被捕的情形 这是剧照 但是真实的状况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他们可能会觉得 用毒品可以 就是放松 或者解决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过去柯震东 曾经拍摄反毒影片 里头口口声声说 毒品的不好 现在却被爆出自己吸毒 现在看来格外讽刺 跟柯震东一起拍摄影片的导演 就把刀得知此事后 也在脸书上留言 表示昨晚收到媒体的截图 被吓到了 他当时也找不到柯震东 不知道他在哪 很着急也很痛苦 现在只祈祷他 快点平安出现 跟大家好好说明 而前女友萧雅轩 则是透过经纪人回应 希望大家现在给柯震东 关心跟爱 他是认真的演员 很好的人 请大家继续支持他 我也会一直支持他 相较艺人的冷静回应 网路上确实一片骂声 认为他自毁虔诚 觉得超失望 连他演过的片名 也都被拿来讽刺 像是那些年 我们一起吸的毒 或是小时代之吸毒时代 不过还是有人力挺到底 更多人等待的是他 出面给大家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 两岸之间真的没得话讲 越来越密切了 你看我们今天的新闻 柯震东在北京 张显耀也是跟两岸的关系相关的 可是柯震东我们也想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 他事业这么顺遂 然后又有一个女朋友这么的辣 那怎么回事 我们都想知道 还有我们来看到张显耀 怎么回事 我们真的是很伤心的发现 搞了半天陆委会告诉我们的 都是谎话 为什么 他说是为了家庭因素 搞了半天不是啊 那么年代很不好觉得 你凡说谎话就是谎话 今天要展开调查一点 然后张显耀反击说 你这是莫须有 你看看我们的官场现行记 你看看张显耀跟王玉琪 两个摇耳朵 我们著名一点好不好 你看他们的表情 我就说男人不可相信 真的是这样吗 看起来很麻吉 搞了半天背后就捅你一刀 是这样子吗 你看看这个标题下得真好 年度最离奇的高官去职记 实在是太离奇了 为什么讲太离奇了 我们就来看到说 这整个的太离奇的这个部分 你先看到这里 大家说 真的是要让官进来的这个部分 你看张显耀 张显耀今天有一个内幕 这个内幕在哪里 张显耀的内幕浮出台面 说扯到了南部的财团 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张显耀 这是第二个声明 第一个声明只是说 长官叫我下来我就下来 但是你看看在这里 他说这是一个无地放使 是你大哥遵命一点 无地放使 让人含冤莫白 莫须有 切勿伤人伤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伤人伤己 他有更大的料要报吗 他说他一言一行 遵从总统国安会秘书长 跟主委的指示办理 哦懂了 马总统国安会秘书长 金普聪嘛 还有主委就是谁 王玉琪嘛 难怪媒体就说 原来就是马金王三个人 要弄掉他嘛 再来看到 可可姐也猜你咖 周玉寇说 有一个权威高层告诉他 跟张志军无关 跟王玉琪不合无关 他说呢 是用这个保护张显耀 用家庭因素来告知外界 你这样子这个理由 我也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这是公然说谎 我真的要觉得要追究 因为我们民众 怎么可以接受 你官员的公然说谎呢 谁说的 出来面对 对不对 但是他又尾巴又讲 他说这个高层讲 不必会跟投资大陆的 南部财团来往 一味台商牵线 那中国时报又再加一刀 他说桃色风波不断了 明明已经婚配了 却说 2005年5月才办理离婚 然后又是说什么 你是说人家色的问题 还是说人家财的问题 你这不是毁人人格吗 所以我要讲说 张显耀这个让我想到什么 让我想到最近 为什么有人敢太官不了身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政府 让这个官员下台的这个部分 一般来讲 我们正常人都不会做到这么难看 所谓这么难看 就是说你稍微给人家留面子 你这个大刀挥下去 我所谓留面子不是说谎啊 你如果张显耀调查就调查 你不需要帮他cover cover以后又杀他一刀 我们来看看这个 来 从这个来 你可以看到 当时就是因为所谓的什么 论文的这个部分 四天 四天就请辞 再来看到 这谁 潘世伟 潘世伟 我真的怀疑 我真的怀疑 很多媒体人就说 这个养岸养很久了啦 我早知道你论文牵测到什么 我等到要你下台 我就丢出来 你看 蒋伟宁一下台 马上12年国教就翻盘 你就是什么 狡兔死走狗烹啊 你结束了 任务结束了 再来看到潘世伟 当时王如璇哭着的时候 要为大家加薪 他不是加薪 他上来的时候官模官样 怎么可以搞女人呢 对不对 你怎么会这样 女秘书不能练呢 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不对 一天就让你下台 下台以后现在将一话说 我跟你讲 大家来讨论 我们是不是要增加基本工资 调到基本工资 然后呢 张家柱更是悬了 张家柱新新闻有写说 他不是只是为了高雄的事情 他说包括了立法院的 国民党的党团 包括了所谓的高层 都让他很难做 甚至还爆料说 这个事情啊 绝对不能够搭桥 给城局做选举的功劳 你到底是救灾还是干嘛 所以张家柱觉得情势不灭 就绕跑 然后呢 毛泽国找不到他 张家柱更瞎 他说我家电铃坏了五年 好厉害 你家电铃坏五年都不休吗 这很奇怪啊 然后再来看到呢 张显耀这个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到最后 会拿到来收台 我就说 我们政府做这个事情 你要看事实在哪里 你现在是为了巩固 你的实力也好 你是为了说 他们本来就不应该 又是假论文 或是玩女人 又是什么 没错啊 可是你怎么早不讲呢 你这个案子养了多久呢 你现在能不能知道 我们的薪资倒退16年 你有没有去面对呢 还是你一切的功劳 都要做给江仪化呢 我们几乎可以笃定知道 2016年 他一定出来选了啦 你看看 所有的人都 三个部长砍掉了 credit都做给他 我们看看马总统 他怎么讲的 我真的感到很难过 很遗憾 国家多年来 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 累积了丰富的 辞作的经验 全心全意为国奉献 却一再受到在野党的 杯葛跟侮辱 全心全意为国奉献 好 他讲到受到在野党的侮辱 但是 报告马总统 你知道我们的政务官 不管他再怎么不堪 他下台的时候 还是应该要让他 你当时找他来 你现在让他下台 下台的这么的不堪 让人家觉得说 不知道这个 我们上面的官员 跟我们的高层 是怎么样想的 我们刚刚讲到像蒋伟宁嘛 蒋伟宁下台下得好 要不然我们怎么 以后我们小孩子 明年还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么考试 现在说还什么 一免二免三免四免 你来看到在这里 就是呢 原来蒋伟宁下台以后 变了吴思华 吴思华就比较有空间 吴思华他昨天就说 哎呀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来决定 可是你看这个逆转 本来8月15号的时候 是杠上的耶 教育部次长说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先 哎不对哦 他写错了 是先特 先特后免 先特后免 台北市是违法哦 然后郝龙宾就说 那怎么会违法 你这样子教育部 才是违法嘛 这是第一个逆转 第二个逆转呢 马上就改变了 马上改变就说 哦好啦 好啦 你看看 一事两用 是会减少学生的压力 然后呢 吴思华就说 哦好啦 教育部我从来没有说过 台北市违法 所以我尊重地方 所以现在变成怎样 基隆跟新北 是同样的战场 黄景泰又不是他要出来选 他马上就说 啊我跟你讲啊 台北新北做不到的 黄景泰一定做得到 然后呢 谢立功也没有表态啊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一国多志 其实也没有关系啊 年代远报还是觉得 反正你考试 最好是回到当时 所谓的联考的时候 但是大家说 回去联考的时候呢 实在是对马总统大不敬 啊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们就就做成 又不像基策 又比基策再多一点精神 十二年国教的精神 然后各个地方各自为政 这样可以吧 反正就一次考试 那如果要搞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这一年当中 我们这一次考试的 所有的学生 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要被搞成这样子呢 谁来赔他们精神的损失呢 光说我们继续回来 来看到有北京 来自柯震东的最新消息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这个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国际之间为了慈善 你看连Bill Gates都有这样子一个 可以说冷水罩顶的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呢 包括了柯文哲 包括了连胜文都这样做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其实他不用这样的一个私生秀啊 他们的口水已经多过茶 多过水了 你看叶克模的这个部分 现在演变成为说 柯P到底会不会装叶克模 他又讲到 贾博斯会装iPhone吗 我当然会装 然后呢柳林伟就说 这里面啊爆料来爆料去 干脆说会不会装悠悠卡 年代晚报真的觉得啦 像雷神他平常讲话 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 可是他说 你有驾照不一定会开车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危险 因为如果你有驾照 不会开车的话 那我们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我们的证照就完全没有意义 今天柯文哲 如果他经过了医师的这个检测 合格 他就是医生嘛 那换说回来 我们今天选市长 我们不是选医生嘛 那话又说回来 今天一个好人或恶人之争 恶人做得好 他也是个好市长 好人做得烂 他也一个坏市长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 不要想那么多 好 我们再看到呢 今天也有讲到 你可以看到连胜文的 这个整个的内容啊 包括了他的相关的这个PK啊 像是呢 罗书雷 蔡振元 现在又加了一个谁 往下讲 还有张硕文 四大发言人啊 被批很弱 可是有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让飞来呢 都没有飞吗 好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 陈菊有了最新的动作 什么最新的动作呢 他要起来台北哦 我们稍微回来